好了 現在又再講講我今晚的題目 今晚仍然要講這本書 叫做《提防考戲》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聽眾聽完之後 仍然希望我講多些 於是我就講多一個禮拜 《提防考戲》是一些日常常聽見 或者見到的文字、成語或者習慣 但是大部分都不知道出處 大部分都不知道怎麼來的 或者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就搜集了這樣的資料之後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這樣的冷知識資料 那《提防考戲》的第一集 剛才我給大家看了的 就曾經出版過書籍 很多學生、老師甚至乎家長都擺盤 擺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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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好意思 之後呢 盡早賣了之後 自己看了一次 那現在不用了 現在呢 我就為大家抽一些經常聽到的 跟大家研究一下 那書面上呢 有幾個題目 挺有趣的 比如呢 有一個說 為什麼叫做人之患呢 人之患呢 就是我們這些人 老師了 或者現在叫做先生 香港呢 又叫做阿Sir 但是香港阿Sir呢 就不只是解老師的 就連警察叔叔都叫阿Sir 但是你很少說 郵差叔叔呢 或者消防叔叔呢 都叫阿Sir 大部分呢 都是警察叔叔叫阿Sir 那為什麼叫人之患呢 那原來呢 他的出處是孟子 孟子呢 是孟夫子之後呢 的儒家學說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那他呢 有個名字的 叫阿姓 阿呢 就是弟子呢 就是除了孟夫子之外呢 就到他了 那孟子裡頭有一句說話 他說呢 叫做 好為人師 人之患 就是好為人師了 他說呢 人呢 所以感覺到 頭痛的呢 頭痛的意思就是 不安樂的呢 就是因為 那些人喜歡 做人 老師 做人老師 為什麼不好呢 做人老師 有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 教人 教人呢 隨時呢 是教錯人 那一教錯人呢 就 就 不好意思了 就是 那句話說呢 他說 要做老師的人 要很謹慎 要很小心 如果不是呢 很容易呢 就教錯了 教錯了之後呢 那些學生呢 是白紙一張 很容易呢 就 受到感染 受到感染 受到感染之後 就在錯 錯足 一誓 那就真是呢 是 人呢 其實都是 頭痛的事 來的 所以 不是那麼容易呢 是 去做一個 職業上的老師 所以呢 現在叫老師呢 用孟子這句 人之患 何為人師 好了 那麼 那麼 另外一位 聽眾呢 會 講 他說 為什麼 那些小偷啊 或者爬手啊 就叫三隻手呢 三隻手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字的 這個字呢 就是 三隻手的手字 將好像品字形那樣寫出來 寫出來之後呢 這個呢 就是 讀 爬字了 就爬手的爬呢 不是爬東西的爬 但是呢 真真正正的爬手 爬字 那麼 很多人呢 就說 爬手就叫三隻手了 意思就是這樣來的 啊 那麼 那麼 似乎又真是第三隻手啊 但是呢 大家看不到的時候呢 他在那個 暗地裡呢 就 伸出的手呢 將你的 身邊裡頭 你擁有的東西呢 偷竊了出來 所以呢 就為之爬 爬字呢 就是這樣的 如果不是呢 用 剔手誰爬呢 就沒有什麼意思的 那個是爬地 啊 啊 嗯 農作的時候呢 找個泥爬爬的地呢 就那個爬了 或者呢 小孩子呢 未曾識行的時候呢 拉牛牛 我們說爬地 就不是 去偷竊別人的物品 的意思 偷竊別人的物品 真真正正的爬呢 就是三隻手 這個字 是 這一個問題呢 又 真是巧氣的 就是誠語來說呢 它是叫 馬 齒 陶 爭 馬 馬齒 馬的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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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年齡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馬呢 的年齡 跟牙齒 有絕對關係 人就不會這樣,人有四十隻牙齒,因為人是半肉食的動物,所以它有召的叩齒,也有撕裂肉食的犬齒。 但是有些動物,它只是撕裂的犬齒,只是吃肉獸,但是有些是純粹,它是不會吃到肉,它沒有撕開肉的牙齒,它只有磨的牙齒。 那種在反磋動物裡面經常見,反磋動物的意思就是像牛一樣,它有四個胃,它吃東西的時候, 就先吃了草在胃裡,然後在胃裡再套出來,再重新四個胃輪流去消化, 那種叫做反磋動物,那馬呢,是一種吃植物的草的動物來的, 那現在呢,那些人在賽馬呢,去馬房探了馬的時候, 通常呢,帶個紅蘿蔔,那些人在賽馬就吃了你了, 它很喜歡吃蔬菜類的動物來的,那跟牙齒沒有關係呢?有, 原來呢,馬到了那麽上一年多,它的牙齒就會長多出來的了, 出來之後呢,越老,牙齒越大越多,那所以呢,透過觀察馬的牙齒呢, 就知道這隻馬呢,的年齡有多大,就是說呢,它年幼的時候呢, 它的牙齒是不多的,到它年老的時候呢,馬的牙齒是多了, 那用了這句,這個這樣的觀察,變成一個簡單的成語, 叫馬齒徒僧,形容呢,這個人老了,老了之後呢, 它的經驗是很無奈地沒有了作用,沒有什麽作用, 仍然沒有了作用,很苦玩,又和那種, 就是說,馬的牙齒徒僧就是, 所以馬的牙齒徒僧就形容,老了之後, 仍然它那個,不是很多, 那種的東西很多, 好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典故 在我本書講就是西方人 他們在互相捉走的時候都會碰杯 我們都見過這個禮節 現在還在盛行著 西方在早期的時候 差不多整個歐洲大陸沿著地中海的地方 都是受羅馬帝國的統治 換句話說 羅馬帝國的勢力 是當時歐洲的主要的一個國家 甚至乎它去到英國 過了海去英國 仍然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帝國 去到現在的巴伏 仍然有很多羅馬當時帝國的遺跡 那羅馬人呢 是相當喜歡喝酒的 而且他們是釀酒 釀酒呢 大部分呢 不是用這個小麥 有 但是大部分呢 是用葡萄 葡萄 葡萄釀酒呢 就是現在所謂的葡萄酒 現在呢 我們喝的紅酒啊 白酒啊 這些 露西啊 這些都是葡萄 釀造的酒 紅酒呢 是連皮的葡萄 剝皮呢 就是白酒 釀造的葡萄 釀了之後呢 當它發酵之後呢 當然要加入一些酒餅呢 酒的發酵呢 使得它容易些發酵 發酵完了之後呢 它就變成呢 有酒精成份的 醬汁 葡萄汁 這些呢 我們就叫它做葡萄酒 好了 那他們喝酒的時候呢 大家高興場合啦 那場合呢 就是大家互相 公足對方 或者是勝利啊 或者是 工作順利啊 或者是 互相大家 安慌啊 快樂啊 這樣 這些酒酒的時候呢 為什麼會碰杯呢 原來醉醋的時候呢 這個碰杯的儀式呢 是基於一個不信任的 因為碰你的杯碰我的杯的時候呢 都會 雙方的酒呢 是 傾到下去 對方的杯裡面 就是互相 喝了對方的酒的部分 那如果對方的酒 是含有 一些毒素的話呢 或者下毒的時候呢 那就 不單止呢 自己 連對方呢 都一樣呢 都一樣呢 受到這個牽連 所以呢 碰杯呢 其實就是這個呢 大家 不信任 對方 酒 有沒有落毒 這個這樣的 測試 但是 好的方面想呢 就是說 大家 互相 將對方的 酒都喝了 的部分都喝了 那就是說呢 大家互相呢 對任呢 對相 對對方的信任呢 也會增加 那也是一種呢 親善的感受 谢谢 看到了 今天 那 Bueno 在這本書裡面呢 除了 剛才講完 那個 在封面之外 呢 這本書裡面呢 也有 很多 特別的 所以這個很容易口氣的知識 一些冷知識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們現在不妨又講講 一上去吃了那些叫做香口膠 香口膠英文是juring gum juring就是召的 這些樹膠裏面殞藏了一些糖分 照的時候脫液就是口水分解了糖分之後 使得糖分能夠使得你的味覺 味蕾就會覺得甜 甜的大部分的人都很喜歡的 因為甜是受歡迎的美國 好過苦啊 好過酸啊 好過辣啊 但是它的發明其實是基於一個偶然的事情 十八世紀之前 有沒有香口膠 這件事啊 但是當年呢 在北美洲大陸美國和墨西哥曾經發生過戰爭 墨西哥的其中一個將軍就被敷 被敷之後就釋放回去墨西哥 他就帶了一種樹膠 樹膠經常含在口裡 美國的朋友就覺得很有趣味 取了墨西哥人心果的樹膠開始提煉 然後繼而出售 發覺燒爐好很多人喜歡吃 於是這個聰明的美國人就大量生產 這位聰明的美國人就叫做亞當斯 直到187年又有人更加精 將香料滲入樹膠裡面 那麽更加使得好味道 這兩種成為了一種發明 而日常生活就叫它做香口膠 那麽我記得我小時候 都有吃這種糖果 那種糖果有一件事要記住 一定要吐出它的香口膠 否則吃這個糖果就不太好 在以前那些大人就欺騙那些小孩子 說如果你吃了香口膠 吃了那個糖果就很不行 或者你頭上會生出一棵橡膠樹出來 那麽所以呢 那麽小孩子吃完香口膠 一定要不要忘記套出來 那麽小孩子 然後呢 我們才能做出他 製作一下 講提出 bowels 又是和查烈的 那麽小孩子 所以 оф 黃爾什 將那麽小 husband 你自己參加這些熱機 所以在機場曾經試過有一個木板奢侈地繩住 中間有一個洞 人們透過這個洞套了那些泡膠 人們透過這個洞後面的承載器 一個膠套上去 當然你放一個膠套在那裡 人們反而不會透過這個洞套下去 但是如果多了一個目標 有一個木板 而上高有一個洞套不夠準 人們反而值得嘗試一下 這種這樣的方法 是吸引了很多 將口中照的洞套就放了下去 這個也是一種洞套的循文 好了 今天時間我會準備半小時講講 好 最後講講另外一個 是唱歌曲裡面經常會聽到的 叫做 《不斬樓蘭,勢不還》 劉蘭是什麼地方呢? 劉蘭是漢朝的時候 位於西域的一個小小的國家 當然在西域來說 我們一般都相信是少數民族 這個是一個少數民族的國家 地方呢 現在差不多還可以找到它的故城 找到它以前的城的地方 那當時漢武帝呢 那當時漢武帝呢 這位大哥呢 這位大哥呢 是相當好大氣功的 而引致到呢 他經常動用很多兵馬呢 去蒸發旁邊的小國 那當年呢 那當年呢 他就想通往 另外一個小國呢 在中國的西埔邊 叫大縣 那這個地方呢 是很出名的 出名馬的 大縣的名馬 有個名的 叫做《血汗馬》 那些人見到它的馬出汗的時候呢 那個身體的 似乎呢 就是紅色的汗 那所以呢 就叫做《血汗》 其實呢 馬也會流汗 但是 不會流血的汗 那不過呢 那些毛色等等呢 的錯覺 使得感覺到它是紅色的汗 那就叫做《血汗》 那劉蘭呢 就通往 大縣 這個 盛產《血汗馬》 的 中途了 那要補充一下呢 就是 爲什麽會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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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呢 所以 又說 戰爭上的座棋 也可以平時作為家裏 或者商業 或者政府的運輸工具 所以有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速生 家裏養狗和養馬是一個表達這個戶人 是相當有他的經濟能力的 那時候的蠻兒經常就不知道漢人那麼厲害 於是很多漢市出征去到西域的時候 都會被這個少數民族的兵士屠殺 那麼殺了那些漢市之後 自然皇帝就知道了 就覺得這個這樣的蠻人 這些蠻方真的相當不講道理 將我們漢人的大使都居然殺戮 於是心頭火氣 就決定徽軍去征服他們 你知道當年漢朝 他經過民警之治之後 他國家的儲蓄是相當之豐盛的 而他沒有打仗很久 也是與民休息了一段多長的時間 所以漢武帝有他的經濟上 政治上的優點 而產生他的軍隊是比較銳利很多 所以他經濟西域的時候 打這些這樣的 柳蘭國是非常之輕而易舉 那麼柳蘭王呢 是少數民族來的 文化語言都跟漢人漢族有些差異 也沒有所謂的教法 因為教法就是以漢人為標準 他是誦上儒家 他未必有這些書讀 未必有這個思想 於是屢次就反叛 放了回來 俘虜了他的柳蘭王 打敗他們的軍隊 都不服 都要跟你作對 於是就更加激怒了漢朝 漢武帝 那劉蘭國因為他不夠漢朝打 漢朝軍打 那他就找大佬了 他的大佬呢 就是兇奴 兇奴呢 就是現在的 大約是蒙古人 或者是西伯利亞 草原一帶的遊牧民族 這些民族呢 很兇寒 而且呢 那個體魄相當之強壯 善於騎馬 也善於使用弓箭 和馬上的武功 現在呢 很少電影拍到馬上武功了 所以呢 我們從書本呢 裡面略之一言 那 當年呢 漢朝呢 就派了霍光這個大將軍呢 就去徵戰 第一件事呢 就把這個反骨仔 放了 投降了 但是又反骨 投降 兇奴 找兇奴的大佬的劉蘭呢 來開刀 祭旗 於是乎呢 劉蘭呢 又被霍光的軍隊呢 就簽免 所以呢 現在呢 在喜谷上呢 都有這句說話 就不斬劉蘭勢不還 有這個殺敵人的意思 祭死要殺敵人的意思 但是呢 在柳三層呢 那些被你消滅的呢 只不過是一些弱小的異族 或者少數民族 那他們呢 都是人來的 那不經過教化 反而呢 是用這個武力征服 去殺人 那呢 我覺得呢 這件事呢 就 似乎 殘忍了一點了 好了 今天呢 暫時 我們用半小時 講講這個 第一節的 提放 考起 那 我今年呢 會準備出 第三集 那希望呢 大家歡喜 這個這樣的節目 講一些冷知識的 我會繼續為大家提供 如果大家高興的話 好 暫時再見 拜拜